当太阳落山天会黑吗 我还能否找到星光 迷了路在我最孤单的时候 感谢你陪在我身旁 当我的天空变成黑色 照那颗守护的星光 看我穿过身眺望 那个最美最好的阳光 才发现还在那远方 你是我眼中的山川和海洋 比星空还明亮 为我指引着方向 这路上会有风浪浪 我不害怕 因为有你 给了我最温暖的力量 所以这个你们逃离阵的这个节目啊 和我们传承主题特别的大 后继有人哪 经过我们导演组的严格的考察 觉得严小豆啊 他的这个情况很具有话题性嘛 这 什么话题性 是啊 什么话题性 是这样的啊 这个小豆吧 他是留守儿童 你呢 是一个甘于清贫的传承人 所以我们在晚会的中间啊 会穿插一个访谈类的环境 让主持人啊 采访小豆 这个小豆呢 最好能够表现得难过一点 比如说 在坚守传统的时候 怎么怎么困难呢 最好能让他哭出来 流点眼泪 他一流眼泪 把观众的眼泪 也就带出来了吧 把孩子弄哭 这 有这个必要吗 是啊 我们的初衷呢 不是让孩子哭 是要让他感人 让更多的人来关注 何况 我们也没有虚构事实 对吧 对了 校长 今天学生的彩排我看了啊 这服装 不统一 得重新调整 导演 我们孩子的衣服都是新的 真的是新买的 这次晚会是全市直播 我 我考虑到你们这个阵 是通过捐助来维持下去的 那么问题来了 小朋友穿得这么新 观众看了 会可怜他们吗 导演 是这样的 我们小镇的大多数年轻人哪 都在外打工 娃娃们哪 都是留守儿童 这不好不容易上次电视 想在外面的父母 都能看到这台晚会 如果是穿得太破了 他们的父母看了 心里也会不舒服的 何况 何况我们小镇 也不是太穷啊 我说校长 校长 这么好的一次 免费做广告的机会 你好好利用利用嘛 你明年小学还要不要赞助了 问题是孩子们上一次电视 你让他们穿得太破了 娃娃们这这这心里 说话跟你说吧 如果你们学校啊 为小朋友准备的衣服 特别地好 那也没问题 但是 你看啊 这土不土 羊不羊呢 这色调 你看 你这个颜色一块 那个颜色一块 你站在我的这个角度 你想想 这摄像机一扫过去 花花绿绿的 什么鬼东西嘛 导演 你怎么能说娃娃是鬼东西呢 老许 别着急 不急 你这个校长怎么那么酱啊 人家颜师傅作为家长 都没有反对 我跟你说啊 这个服装肯定得换 在预演之前 咱们把这个服装啊 同意一下 行不行 这实在不行 哪怕是破的 只要是不打补丁就行 本来娃娃的衣服也没有补丁 那就买最贵的 我们 我们 不就是几件衣服吗 我来买不就行了 我愿意作为青年志愿者 为小豆捐赠演出服 是要多搞几的 还是要什么价位的 名牌 您提得出 我就买得到 志愿者 这可不是小豆一个人的服装 这是四十个小孩 四十套呢 四十套衣服 对您来说可能算很多 可对于我来说 还不算什么 再说了 如果我钱不够 我相信 我的朋友一定会赞助的 你信不信 我 叶淼 是不是 对 小爷我 有的是钱 有的是钱 好了 你都亲自把妈妈送回家了 还不放心啊 快回去学校去吧 好 我马上就回去 对了 王爷 医生说我妈最近不能吃 油腻和辛辣的食物 那就给她煮点粥吧 或者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 妈妈能不懂这些吗 你跟叶淼长得这么健康 这么高大 还不都是我照顾她 行 快回学校去吧 路上注意安全 那我先走了 给我吧 麻烦你了王爷 夫人 我最羡慕您的地方啊 就是您有两个这么优秀的儿子 就算是为了他们 我也不能输 您好 我是叶玲 明明有钱 有随便拿去拍卖 都可以卖到几百万的石头 却让小豆子穿得那么普通 让她被人嘲笑 燕博 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很想把您当成长辈去尊敬 可您的行为实在是 不开心了 不会吧 难道是因为买衣服的钱 话说回来了 夏日宁 是你挑衅的导演 最后怎么变成我花钱了 你们家不是有钱吗 全校都知道你们家富兰基金 每年捐这儿捐那儿到处捐的 捐几件衣服怎么了 积德行善你懂不 难道你是穷人 你怎么不去捐呢 我当然不是穷人了 但是我也不能乱花钱啊 我们家钱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好 我算发现了啊 我再怎么努力啊 都跟不上你无耻的脚步 和层出不穷的理由 那你跑快一点追追看啊 我这不是追过来了吗 我这不是追过来了吗 从心里 追到了桃里 所以 所以 你真的是因为担心我才追过来的 是啊 你知不知道 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普通同学 感谢你 陪在我身旁 那 你追过来 有话要对我说吗 我 这么晚了 你们俩怎么还不睡啊 马上马上 好 叶先生 你把车开过来吧 好 爸 我来接您回家 明教授 易伶 你快点吃 一会儿上集是来不及了 你还欣赏我妈啊 要不是你站上厕所不出来 这时候咱都到集上了 不过你觉不觉得 今天院子有点安静啊 还是啊 哎 那个郭灶的家伙呢 鹅呢 滚东研磨 放在那儿出去玩玩 玩 打架就去了吧 又不知道今天谁找没啊 早晚啊 让人铁锅盾打鹅 你跟一鹅没完没了叫什么劲啊 赶紧吃饭走了 人家等会儿 等会儿 等会儿 好 爸 昨晚 对不起 叶林 宁教授 你是来接叶先生的 对 叶董 啊 感谢 如果山河图有灵魂 他一定会记住你的名字 谢谢 山河图只要能复原 我的名字被谁记住不重要 对 对的 好 那我们再见 再见 别走 别走 谢谢 在净水长天的修复过程中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和我联系 好的 谢谢您教授 再见 先生回来了 我去请夫人 不用 她睡眠不好 让她好好休息吧 那我要不要准备点宵夜 王爷 您早点休息吧 我和我爸有点事情要聊 好 看来你是对我极度不满 不然以你的性格 不会贸然跑来找我 还一脸心事问罪的表情 爸 您 很久没回家了 而且我妈生病 您也没有出现在医院 我知道作为子女 不应该干涉您的生活方式 但是对于我妈来说 我和叶淼 还有您 几乎是她生活的全部 所以您 能否再对她好一点 刚才在酒店门口 你听到了山河图这三个字 叶琳 你是学历史的 你知道这三个字的意义和价值 我知道山河图 据传是北宋名画 表面上 是一幅青山绿水图 其实是 绘制处地理位置 控厄南北要塞的 胡杨军事地图 根据当时历史背景 可以说得子徒者即得胡杨 得胡杨者得天下 但历史更迭 这幅画 早已经成为传闻 众说纷纭 有人说 这幅画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也有人说 这幅画在民国时期 被盗包着 投影海外 我知道的 大概只有这么多了 很好 这幅山河图 是在西陵市郊 新发掘的北宋时期的 古墓群中 被发现的 思念 你能想象得到吗 真的是山河图被发掘了 天哪 你能想象得到它有多美吗 就算它受损了 但是依然能看得出 原画中的千山万鹤 星罗旗布 它的构图结合了深远 平远 高远 多种方式的穿插 对色色 还有它的色色 青绿为主 画面分布均匀 颜色千年未退 思念 我一定要修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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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这份西只有着受损严重的半幅 但是已经足够震撼整个口骨劲了 虽然只找到半幅 但是没有人可以忽略 或者否认它的价值 而且在古墓群中已经发现了 另外半幅可能会在哪里的文字 几图案线索 这几天再抓紧时间破译 王官长牵头 你们省考古研究队已经确定加入 还有西陵文博学院 西陵考古研究所 这几个机构会组成联合的考古小队 清瑞堂负责其中古化古籍的修复工作 并且这个项目的全部资金扶持 将由芙兰基金一力承担 这两天我并非是故意冷落你的母亲 而是忙于联合考古队的酬奸工作 你现在只是学生 不太能理解这样国宝级的项目 究竟要花费多少人力 物力 财力 还有精力 至于另外半幅如果流往海外 我们能够找到并且成功回收的希望 就非常非常地渺茫 我非常地理解你 也能够理解芙兰基金的难处 可是我妈她 您妈妈一直要停掉基金会的运作 她认为夜市仅做纯商业的收藏 或者做拍卖行 可能利润会更大 你呢 你觉得呢 你同意吗 我 我 没有想过佛兰基金 会作为一个纯商业机构 但是 但是你妈妈说的并没有错 或者说 你认为你妈妈说的没有全错 对吗 所以为什么让你和叶淼去学历史 就是将来某一天 面对富兰基金要转型的时候 你们可以做出自己理智的判断 因为热爱而一辈子做公益 我不反对 因为利润而决定转型 爸爸也会支持 爸 如果像您说的 这次将花费天文数字 并且如果另外半幅画 一直找不到的话 那他就会像无底洞一样 一直投入 妈妈一定会反对 您会后悔吗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 我处心积虑地做这个项目 什么时候有成果 会不会有成果 那么这个成果 会给我带来多少利润呢 我都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后悔 那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因为二十几年前 我做错了一个选择 可惜啊 这几天我都在想 我上大学的时候 历史教授说过的一句话 什么话 文物 也有属于他的尊严 思念 这是咱们教授说过的话 一起吧 一起找到山河图 恢复他的尊严 小王 夫人早 我听叶岭说 先生昨晚回来了 他走了没有 还没呢 再吃早餐 你看我这个头发乱不乱 脸色会不会很差 没关系的 先生不会介意的 不行 他会介意的 他最讨厌别人没有礼貌 不秀蝙蝠了 不行 我不能这个样子见他 我得去收拾一下 是 这次要出差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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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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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东 什么事啊 他几点了 韩班 好 你尽量帮我拖着阿贝诺 对 他明天春拍会上有个藏品 对我富兰基金非常重要 我现在就过去 好 跟夫人说一声 我有事先走了 先生 你 曾经的我 是那样 现在 跟你混成了这样 瞧瞧 不高兴可以走啊 你走我就走 小姑娘 买衣服不 过来看一看啊 随便挑 什么尺码都有啊 什么尺码都有的啊 随便挑 来看一看 不用了 谢谢啊 过来看一看嘛 没关系的 过来看一看 小伙子 真的没关系的 不用了 谢谢 你怎么不买也没关系 来看一看 摸一摸就好了 小伙子 你看 这个质量非常好的 全都三十块钱一套 对啊 多便宜啊 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呀 来一套吧 这能穿吗 有人买吗 你这个小伙子 什么叫有人买吗 我一大早都卖出去 叫好几十套来呀 真是的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走了 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这个镇上 就没有像样一点的店了 有啊 前面有个百货 老式的 应该有儿童去 嗯 走吧 那直接去那儿 行吗 要觉得行的话 我帮你弄点线 喂 严博 我们在镇上买衣服呢 怎么了 你买了 买了 多少件啊 这个盘子我买了 四十套 四十套 好好好 那我们就不买了啊 嗯 好 严博终于大方一回了 走 去看看 你这样 怎么样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那儿 老乡 这不是严博家的鹅吗 是啊 严博一大早卖给我的 你也有今天 这鹅看家护院比狗都有用 严博卖了它干嘛呀 管得多闲事干嘛 严博终于干回好事 是吧 我走走回家回家 快去 你帮着看看 它生下来就是一盘菜 没错 没错 夫人 先生说有急事 吃完早餐就走了 啊 尽快收拾好吧 好 先生最不喜欢家里了 他看见又改不高兴 谁 严博 我们回来了 丫头 我们回来了 来 来 帮我看看 这衣服怎么样 挺好的吧 这不是 严伯 这就是您说给孩子们买的 对呀 挺好看吧 也挺厚实的 暖和 厚实 暖和 这么烂的面料这叫暖和 暖和你怎么不给自己买一件啊 不暖和吗 卖的人说也挺暖和的 你那么大声干吗 有话不能好好说 丫头 你也帮我看看啊 如果不好看的话 我 我再去换 他那摊子上好多这些 再去换 还换这些三十块钱一套的 这 这 这不好看啊 严伯 您觉得昨天晚上导演说的那些话 还不够羞辱吗 您买这些衣服 是为了给孩子们上电视用的 您就准备这样打发谢校长是吗 不是 我 我 我是以为挺好看我才买的 这 我都说过了 钱我汇出 衣服我会买 您一大早跑出去干什么呀 还把鹅给卖了 严伯 您非得表现得这么穷吗 一只鹅能卖多少钱啊 两百 三百 恐怕一群鹅都不仅仅一块石头的 鞭脚料吃钱吗 叶淼 你怎么了 这么激动干吗 严伯又没得罪你 严伯是没得罪我 我就是看不怪去吗 严伯 我真的很想尊敬您 因为您不只是长辈 还是个艺术家传承人 我爸创办了芙兰基金 他也很喜欢收藏 我耳朵木染了一些 我认出来的小豆房间里面的那些 青金石啊 孔雀石就已经价值不菲了 上百万总有吧 您都能拿出几百万来收藏石头 这穷吗 不穷 一点也不穷 是 您买这些矿石是为了磨颜料 我承认这个举动非常伟大 我也并不认为 您就应该把这些石头给卖了 分给儿女才是对的 可是严伯呀 我问您 是颜料重要 还是亲人重要 您别再拿那些传承说事了 少一块石头影响不了您的传承 可是小豆呢 您给小豆穿的是什么 吃的是什么呀 我和夏水宁啊 只是小柱 是外人 吃差一点 住冷一点都无所谓 可是小豆呢 小豆是您亲侄子呀 那天导演说的那些话 您不生气吗 拿吹打起来 争口气不行吗 还有昨天那个什么 什么公司的经理 三百万买您一块石头 三百万您不卖 搁着您是想 齐货可居 价高者得 严伯 我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很想尊敬您 可是我没法理解一个 一个守着钱 去柯柯身边最亲的人 是什么心态 你去哪儿 买衣服 我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 倒住 行god 你别放在心上 叶淼 他不是想批评你 没事 我 我知道 我只是觉得吧 这些衣服挺好看的 我眼光不行了 过时了 过时了 没事 别往心里去 丫头 对了 那个 我得去把颜料先做完 你妈妈还催我呢 没事 没事 先生 这些是您要的四十套衣服 麻烦你们 这四十套衣服 送到镇中心小学 交给谢校长 谢谢 来 这个盘送给你 走了 对 连现衣服 好不好 老乡 这家伙 不是 这个 你买回去是 是 看家呢 此啊 铁锅盾那能 老板 这个送我 好 好 还有新的版本 你这样啊 好 怎么样 这个是西瓜 好 喂 妈 喂 蕊宁 你们学校高主任 给你打电话 怎么一直关机呢 所以就打给我了 哦 高主任找我什么事啊 你们学校 关于你停课的决定 已经取消了 希望你能尽快回校复课 不过 蕊宁 你要是觉得你还没有 休息够的话 你可以在严博那儿再多待几天 妈 我会尽快回去的 逃避解决不到问题 好 妈妈在家等你回来 好 马上再见 拜拜 他 我不是舍不得他 我就觉得吧 你说得挺再严的 论看家呀 他比狗家 我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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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